再来看到日本严守圣钢城市马拉松 即将在10月22号开跑 华联市公所为了要进一步促进与友好城市的交流 今年也特别派出了比赛队伍前往参赛 那么除了是展现坚定的友谊 也期盼两地之间能够透过体育赛事 能有更密切的互动 华联市公所为了进一步促进友好城市的交流 特别派出四位同仁代表华联市 参加日本知名的严守圣钢城市马拉松 在出发前市长魏嘉燕特别为参赛者加油鼓励 预祝他们顺利完赛 在这边其实我们都知道圣钢马拉松是 全世界非常知名的马拉松 那在这边也希望他们能够去看人家的比赛跟安排 借此来强化我们的太平洋马拉松 或许未来我们办一些赛事 都能够看看彼此的一些优点 我们都能够学习 也希望他们在这次的马拉松的赛程里面 也可以多跟圣钢市做一些联系 跟一些联络 未来不管是在报社或是地方的产业 跟我们地方政府 我们希望都能够做更紧密的一些结合 这次组团前往日本参赛的四位同仁 分别是跑全马42公里的黄胜杰 以及跑趣味赛11.5公里的陈恩免 邱玉婷 林佳玲都是运动爱好者 历届公所举办的太平洋重骨马拉松也都从不缺席 而这次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国外赛事 其实像我们自己花莲这边也是很好的跑马拉松环境 但是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出国去体验国外马拉松的感觉 那也希望说能够在从国外马拉松这边看到的东西 能够也带回来我们台湾这边 让我们自己的马拉松也能够更好 台湾就有在跑马拉松 然后就是看到国外有些马拉松的消息 也听到有些朋友有些同事有去跑过 就觉得还这个机会还蛮难得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在筹备 就是花莲太平洋重骨马拉松 在刚开始在筹备的之前就已经有发现 就是我们的姐妹是三刚有在举办 当时就是非常希望有这个机会 可以前往就是跟他们交流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比赛 可不可以有更好的就是规划 这次会就是边跑然后边拍摄影片 我希望之后台湾人也可以去那边跑马拉松 对那他们也可以过来跑我们的太平洋马拉松 华联市公所受圣钢市的热情邀约 派出两男两女组成华联队前往参加赛事 希望借由体育活动除了展现彼此的坚定友谊 也期盼两地之间能有更密切的互动与交流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